有些人呢,通过神通法术,还有这个风啊,水啊,以及动一些歪的脑筋,反正就是不走正道,超捷径,当然,可以很快地来改变,调整一些问题。 我们看现在社会也是如此,很多好像自以为无所不用其极,能达到你的目的结果,不择手段,心很熟了,怎么样都行,好像老是人老是爱欺负。 其实这个社会的风气变了,很多东西变得太快,我们就跟着这些,然后就乱搞一切。 真的,当时来得很快。我们记得这个来得快,一定去得快,这个道理。 不过呢,还有一层,就所谓曾志强,我们的恩师,说过逆曲顺手,但这条路,真的很危险。 你不是用文火来的,你不是用文火来的,用武的,那当然快,见刀,见骨,见肉,见血了。 那么,上帝一千,自损八万,你这个内气,内力还不足,以驾驭外界的这些东西。 说一个人最倒霉的,就是少年得志。 人的气运,是跟着这个大的运在走的,那早早就好了,后面就不好了。 所以有的人还一直走好的,那是特殊情况,也有他波动的时候,跟别的人我们就不要比了,有没有那么大福报? 所以,通过这些东西,搞出来的,我们真的要小心,你说通过一些邪实,邪法,借来的这个运气,你等下一次,找不到这位师傅了,一个人面对的时候, 因为你上一次都没有经过考验,这一次更不知道怎么处理,那你这一次就麻烦了,这个灾会更大,高高的一下落下来,受不了了。 然后你开开窗窗窝,然后你开窗窝,一下落下来。 甚至还有的,要遭到反噬的,你就像这种,就是,借来别人的气运,为你所用。 现在一些人,一些商骨,大亨,有的明星,就搞这种邪,没有足够的得,承载这个,一些术法的时候,不要乱搞啊。 你是没有亲身经历,我当然有,我才好这么说,那墙柳的瓜不甜了。 所以再怎么样,顺其自然,不要打起打落,你不是那种特别的人,没有几个。 而且特别的,要用在特别的,肾上,人上,你真的要看准,稳定,你年轻就不要想,除非你真的有什么宏图大致。 那为这个,通常来说都不是人的事,为这个,为公的心呢,那得叫真的事业。 那整天就想这些,想这些,整天介入外在的东西,那你自我就不会提升的,老是诚慌诚恐,飘着的,不踏实。 人一辈子几十年,没必要。 何况,走之后,大家全都找来了,你还要到时候再应付那些。 你说你累不累,很麻烦。